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李医生 男人衰老会有什么表现吗? 好似并不能突出的表现出来 那么你长时间一起生活的人一般也发现不了 这个时候就需要你自己去发掘一下 真的是没有衰老还是他正在悄无神奇的变化 但是你自己却没有在意呢? 而有哪些东西是你平时比较容易忽略 但是它确实已经为你提醒你的身体 正在慢慢的变老 首先第一个表现最明显的就是性能力的下降 那么性能力减退从字面的意思就是指 从事性活动的欲望和能力下降 这可能是由多方面因素所导致的 但是主要还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那么生理的机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体征 性功能的下降 那么这一图书表现就有为明显 第二个表现就是肌肉松弛 随着年龄的增加 身体的各项机能它会减退 那么肌肉的含量呢也会逐渐的减少 一方面呢是因为运动的精力不足 缺乏锻炼 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身体啊 不能很好地吸收营养 保持不了肌肉的存在量 所以呢就会出现肌肉萎缩 松弛的现象 那么第三个表现呢就是腰围变大 那很多男性啊一到中年就会出现这个啤酒度 真的是酒喝多吗 其实不然 大概率呢是因为啊你的皮下脂肪堆积消耗慢了 所导致的 再加上呢如果说平时啊对你的饮食这种不规律 久而久之呢就会出现腰围变大 体态变胖 那么以上三种的身体变化情况呢 就可以证实啊你已经在慢慢变老了 好了我们这期的分享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